我可以感觉到每一个星期越来越顺利 更加开心今天有这么多位能够在我们当中 在现场一事能够和我们一起聚集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 我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 就好像我们的天父看到他的孩子回家 我们知道教会是上帝的家 是属神的家 当他的孩子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 我相信最开心的一位应该就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他差不多一年没见过你们在这 一年没见过你们回到他的家中 所以今天能够看到你们的时候 我相信他心中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上的大兄姐妹 希望你们都应该可以看得清楚 我看到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感谢主 今天我就要和你们分享个讯息 是讲到这个四座的祭谈 四座的祭谈 还有这个祭谈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祭谈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呢 从第一个星期开始一直到现在 将上帝给的信息都是很特别的 坦白说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来医术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第一个星期的信息 但当我来到医术的时候 在那个星期的祈祷里面 圣灵其实给我一个感动 就要 就要我转了一个信息 他要我讲有关于补协 要我讲有关于补协 其实这个是我不想 在一个时期 讲的一个信息 但是呢 我却发到 这个是圣灵 要我讲的一个信息 那我就学习要顺服 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不论你在哪一个崗位都好 我们要学习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想和你们分享 但是每一个星期 圣灵都很清楚的 就是我将那个信息 放在他们的心中 以至我原本 在我的吾性里面 在我的understanding 就是我的吾性里面 想要讲的信息 上帝觉得 那个不是时候 他就要我将所有的信息 就延后 那同样的 今天这个信息 是在我们里面一个很重 就是整个星期里面 这个信息其实非常非常重 在我的心里 就是讲到这个祭谈 祭谈我不知道 当你们听到 有关于祭谈 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的心里 是带着什么的感觉 有什么的感触 但是对于我来讲 祭谈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二建主 这个地方 祭谈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祭谈也不是只有一个建筑物 或者是任何一个情景 祭谈其实就是 你以主相遇的一个地方 你以主相遇的一个地方 当一个信息来到我心中的时候 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 因为你可以回忆起 当我想到一个祭谈的时候 我会回忆起在这四十几年里面 以主在一起的时间 以至相加的时间 以至相遇的时间 有几多次 就是说有几多几多次 当我们在神的祭谈里面 我们悔改 流泪痛哭 有几多次 我们即将在神的祭谈里面 无论是一个港台的祭谈 或者是我们家中的祭谈 或者是我们自己个别 以神之间的祭谈 或者是在一个 一个城市里面的祭谈 或者是在一个国家里面的祭谈也好 不知有几多几多次 我不知道你们的回忆里面 有几多次 你们和上帝之间 那种的回忆 就是那个moment 那个时刻 对于我来说 这些是非常非常之宝贵 也是我非常非常之珍惜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能够使到我的属灵生命 能够使到我继续有信心 能够使到我继续不会放弃 来奔跑这条天国的道路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和上帝之间那点点滴滴 就是那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地方 不同发生的事情的里面 你和上帝之间那种的关系 它怎样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很挣扎的时候 它怎样安慰了你 那就是你和上帝之间的祭谈 它怎样在你的家庭里面 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有很多的风狼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或者也有很多的难题的时候 有很大的迫不的时候 有很大的冲击的时候 它怎样在你的家中里面 是以你相宜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环境 教会在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 我家中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的时候 那一次我本身坦白说 我本身以估不是因为和主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关系 我相信我那一次没有办法行过 走过或者渡过那个阶段 那个时期我差小就collapse 就是说差小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 在那一次的环境里面 在那一次的环境里面 我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当我在那时没有办法再坚持的时候 家庭服侍和教会各个成名都一起打起一个大风浪 不是一般的风浪 是一个很大的风浪 在那时冲击你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早晨 那天早晨我就很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也都非常非常之爱上 当那个时刻 我个儿子 我个大儿子 就走到我面前 他妈妈 就说不要担心 他妈妈 不要担心 我们两个人就拥抱 在一起 然后我们两个人 这个时刻 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这个时刻 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因为这个时刻 是一个时刻 我看到我的儿子 能够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身份 一直以来 在父母站在家中 做儿女的一个遮盖 做儿女的一个宝庇 给他们依靠 给他们依赖 能够给他们一个保护 给他们一个遮盖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大概在那次的经历里面 我个儿子忽然之间 就好像站起来 忽然之间就在家里面 站起来 拿起他的担当 就拥抱着我 跟我说 妈妈 不要担心 It is all right 他说一切都会all right 就是一切都会没有问题 就在那一刻 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在市场流泪痛哭 在市场祷告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家庭里面经历的一个祭谈 而这个祭谈 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相信每一个大兄姊妹 包括在线上的大兄姊妹 你们在你们的家中 在你们的所有的情况里面 你们都会经历到 这些所有的情况 这些所有的问题 而我们都非常相信 这些所有的点滴 是一个非常重要 维持帮助你 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刻 你会回想起那个moment 你会回想起那个时刻 上帝在那个时刻里面 怎样引导你 帮助你 度过了你最困难 最没办法行的 推破的 甚至会冲破的 一个大山 一个烂座 在你的面前 其实圣经里面 我们看一个 《创四记》里面 《创四记》里面有四个人物 这四个人物是很重要的 非常之重要 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一个药室 这四个人物里面 其实阿伯拉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阿伯拉罕 他就建立了四个祭坛 而我鼓励在线的也好 或者在哪一家的大兄姊妹也好 你们如果可以学习抄避记 抄抄 drop notes 写避记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我给一个讯息 也好 这个不是你亲自 从上帝 从圣灵里面领受的 当你乘下那些 当你乘下那些 就是真的你在圣灵里面 当你听到之后 对你自己有感动的 对你自己有感触的 那些所有的 notes 那些所有的悲剧 有一天 当你回头去看 你的旅程的时候 有一天 当你再回头去看 你所有的悲剧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这些悲剧 就会带你回想去 哇 其实你的过去 有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奇妙 这么特别的经历 包括听上帝的华语 包括你做灵修的时候 包括你与人 每一天沟通 每一天生活的时候 所发生的点点 我从我讲第一场道 就是圣经学院 讲的第一场道的时候 我就将他的信息收集 直到今天 我的信息 所有每一场的信息 我都收集起来 我发觉到 有时当我回想 回头看的时候 哇 哇 我第一篇讲的信息 竟然讲了一篇 这么重的一个信息 到今天 我仍然记得 就是讲到罪 竟然讲到罪 我发觉到 哇 我在那时候 哪里找到这么的胆量 在圣经学院 讲的第一场道 有那些导师在前面 我对峙一群的圣经学院 的学生 我竟然讲这一场的信息 成为第一场的信息 但当我回忆回 看回那个信息的时候 我发觉到 哇 在那个时刻 圣灵给我的感动 是这么强 对关于罪恶 对于 人犯罪之间的事情 竟然给我的这么深刻 这么深刻的一个信息 能够在那个期间 能够讲出来 所以我鼓励 如果你们可以抄讯息的话 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好 圣经厂四记里面 四个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就是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其实 其实他建立了四个祭坛 阿伯拉罕 他的一生里面 当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但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阿伯拉罕所建立的四个祭坛 这四个祭坛 到底跟我们今时今日 和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 有什么关系 第二 你会看到 这个以撒 以撒他的一生里面 很特别的 很特殊的 以撒的一生里面 他就挖了四个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以撒的生平里面 当然他从父亲建立的祭坛里面 他继续了祭坛 但是在他的特殊的地方 他做了什么呢 是他父亲没有的 就是他挖了那个井 他挖了四个井 而每一个井 每一个井 都有他很特殊的一个经历 有他很特殊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雅国 雅国我们都很清楚 他的生平 很多人都很明白 一个这样的骗子 骗子 他所有的一切的 熟灵的开始 好话不好听 好话不好听 是厄你的 是偏你的 但是yet yet 但是上帝竟然会这样重视 竟然会这样重视 而他虽然用一个 不正当的手法 得来的一个熟灵的身份 和一个熟灵的福气 但是他仍然在主的里面 就是上帝的里面 仍然继续 即是上帝继续祝福他 这里给我们看见 一个人对熟灵的渴望 一个人对熟灵的身份 一个人对熟灵的 服事 追求 那个重视 在上帝的眼中 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雅国的生平里面 他做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四个柱子 四个柱子 四个柱子 就是说柱子 柱子 柱头 四个柱头 这个是雅国的生平 很特别的地方 然后轮到这个约室 约室的生平里面 他特殊的地方是哪里呢 最厉害的发蒙 什么蒙 一大堆的蒙 年七八糟的蒙 这些蒙根本在当时 没有人可以接受得到的 包括父母都抵不住 你知道吗 雅国发 这个约室 发的一个蒙 他最多蒙的人 天天都发蒙 又发这个蒙 又发那个蒙 他甚至发蒙 发到什么 他说他的父母 都要跪在他的面前 哇 你想想有多少人 可以接受到 这些这样的蒙 但是事实上 他发的蒙 真的实现了 最后 真的实现了 所以这个约室 是最厉害 发蒙的一个人 今天 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雅八刊的四个祭坛 如果有机会我会讲那四个井 我也会讲那四个厨主 和那四个蒙 但是今天我 没有可能讲了 那么多 我只是可以专注在一个方面 厂世纪第十二章 第十三 和第二十二章 OK 厂世纪十二章 十三章 和二十二章 如果你有读圣经的人 我相信你们应该很熟悉 这三章的经文 讲到什么 这个亚伯拉罕 所建的四个祭坛 他所建的那四个祭坛 就是上帝祝福 亚伯拉罕 他一生里面 带他走 一个信心的理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point 一个关键的时刻 一个关键的 重要的moment 所以在他的四个祭坛里面 我们看第一座坛 第一座坛就是在厂世纪第十二章 第六到第七节 厂世纪第十二章 第六到第七节 他在这里讲到 当时的亚伯拉罕 他刚刚离开了他原本所住的家乡 那个地方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是讲到 其实是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先带着整个家族 离开了这个亚伯拉罕 但当他离开了这个亚伯拉罕之后 他的爸爸在哈兰的地方 他就停顿就是那时候 他就没有继续的前进 上帝很清楚 他就跟他的爸爸说 他要带他们 去到一个他所应许之地 他要带他们从他们的家乡出来 而他要带他们从家乡出来 最大的目的和使命和原因 就要将他们带去一个 他要他们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应许之地 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地方 但很可惜的就是他拉 他忘记了 他就在叛徒的时候 他就停顿在那时 不再前进 而我们看到圣经讲的就是 到了《闯社记》第十二章的时候 十一章记录道的父亲那个小小的故事 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就看到阿伯拉罕 怎样在那个停顿的里面 叛徒 他怎么去继续完成 上帝在他的一个家庭里面 他的家族里面的一个使命 没有停止在叛徒 而继续上帝要他行走的一个道路 完成了上帝要他完成的一个使命 阿们 我要提醒每一位 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移民过来的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 如果不是我们这一代 是我们的上一代 或者我们的再前一代 大部分的都是移民过来的 如果一个非信徒 他们会认为 他们拣责了 没有一个国家 或者没有一个城市 因为一个国家 有这些这些 或者有那些那些 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一个基督徒 你要相信 甚至乎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要看回来 阿伯拉罕所见的第一座坛 是在十二章第六道第七节 他刚刚离开了一个胡儿的时候 他在使劫一个地方 在使劫的一个地方 他一到达一个英海之地的第一点 他就建立了第一个祭坛 他建立了一个第一个祭坛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很多人既然是移民过来的 包括有很多人 他们移民过来的时候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城市 自己的地方 是未认识主 有很多人是来到 这里的这个国家 或者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正开始认识到一个救恩 正开始认识到一个耶稣基督 而对一个基督徒 很多人从自己的国家里面 你来到了现在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 当你未来之前 当你未离开自己的国家之前 你是经过深思熟虑 你是经过讨告 你是经过寻求上帝 然后你才采取这个行动 然后你才行你的理性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离开 我们每一个人的离开 不论离开你自己的城市 离开你自己的国家 都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今天我要给你看到一个更深的一层 就是不要只以为 你是从香港来到一个美国 不要只以为你是从中国来到一个美国 我认为是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一个表面上的东西 我用来看更深一层的事情 就是上帝如果将我们从那个地方招出来 将我们放在另一个地方 他是有他绝对的一个意义 他是有他绝对的一个使命 他是有他绝对的一个计划 在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你知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你的生命是在主的里面 你相不相信你的一生 是在主的计划里面 就算是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走歪了多少 或者很多时候 我们走离开了 那个上帝要我们走主要的道路里面 那个里城里面 有时候我们可能打差多少 但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 上帝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有一个绝对清楚的计划 这个是圣经甚至乎讲 这个以法所思去讲 甚至乎他讲在闯立世界以前 在闯立这个世界以前 他就已经 已经拣选了你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个经文 就是在以法所书里面讲的 在闯立这个世界之前 他就已经知道你 在诗篇讲 他就已经拣选了你 他就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不要以为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生 这是一个偶然的 我绝对不相信是一个偶然 我的一生里面 我出生在那个家庭 我现在几十年之后 我看回回头的时候 我绝对相信 为什么 上帝要将我放在一个 现身的家庭 在这样一个家庭 因为 当我看回我现身的家庭的时候 我正有办法在 以后的道路 跟随上帝的道路里面 我正能够有这么坚引的一个心 endurance 有这么坚引的一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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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由小时候 我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以至我能够有一个这样的灵 在生命里面 我发觉到 如果我没有一个这样的 延伸的家庭 我没有这样的坚强的心 坦白说 我没有这样的坚强的心 但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 延伸的家庭 以至我在 在 行上帝的道路里面 帮助了我 在 如何艰难的环境 我永远能够很坚持 一个坚持的心 一个不害怕的心 一个很壮胆的心 就是因为一个过去 一个延伸的家庭 所以你要知道的就是 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在上帝里面有 一个计划的 而我要你知道 和相信的一点就是 你的生命里面的计划 就是要完成 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使命 你的生命 你的一生 不是只要走你自己的道路 你的一生 你是要完成 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 和他生命里面的一个使命 我知道我的一生有一个使命 我知道我的一生有一个使命 我的使命就是要帮助教会 我的使命就是要建立教会 我的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给那些未听过的人 我的使命 我的使命就是要一生要来服侍我们的主 很多人或者不知道就是 我其实在这个第一个祭坛里面 他说到的是一个蒙恩的祭坛 一个蒙恩的祭坛 这个蒙恩的祭坛也是一个啟示和能力的祭坛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每一次当你回去你以神相宜的地方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会成为你的啟示 他会啟示你 为什么我今时今日能够愿意来服侍主 是因为四十几年前 上帝当我还是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把枯罩放在我的身上 放在我的心中 而在那个时刻 我就已经立定心志 我要一生服侍主 我要一生服侍主 而很多时候 当你在服侍道路里面 面对试验 面对试探的时候 上帝会将你带回那个时刻 那个时刻 会让你回想起他如何呼召你 就是那个时候 你会得到很多的啟示 你也会得到很多的能力 我还记得很清楚的就是 在这个蒙恩的祭坛里面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 事件的意思就是说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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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肩头 说到肩头 上帝被他到达的第一个地点 是事件 而事件代表肩头 是代表这个力量 其实意义是说到什么呢 是说到上帝将一个使命 放在阿伯拉罕的身上 将这个责任 放在阿伯拉罕的身上 这个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呢 在阿伯拉罕的身上 第十二章里面他说到很清楚 他说我要你成为一个大国 我要你成为一个大国 不只是看到你自己的家族 我要你成为一个大国 然后第二章里面他说什么 我要你 就是说我会赐福给你的地 我会赐福给你的地 因此当他和罗德的木人 他的木人和罗德的木人 彼此相争的时候 因为地不够的时候 他完全能够用上帝的眼光 去体待这件事情 因此他可以容许罗德 宣理简选 看中的地 然后他只去留下罗德 不要那块地 是其实不好的地 当时其实是没有那么肥 是没有那么肥的一块地 因为牧羊人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清草地 罗德拣选了最漂亮的 牧羊人最需要最好的一块地 就是清草的地方 若旦河边 是最有清草最漂亮的地方 平原的一个地方 留下的就是一个比较荒凉 比较好像desert 比较多的抗野 比较多的山区 比较没什么树的一个地方 但是圣经讲的是什么呢 虽然阿伯拉罕 留下的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但是圣经在 第十二章的时候 就应许了阿伯拉罕说 我会赐福给你的地 我要赐福给你的地 因此 就算他得到的地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地 但是最后 我们看到圣经的故事 的时候你明白 最后罗德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罗德的结果就是 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多玛 阿伯拉 那个地方 最后被消灭 被毁灭 虽然是一个这么漂亮 这么好的地方 但是却充滅至罪恶 却没有任何熟灵的一个环境 听清楚 是没有熟灵的一个环境 的一个地方 因此在那个地方里面的时候 他最后 他整个家园都没有了 他最后要逃走 最后留下的只有他和他的女儿 只有他和他的女儿 很可怜的一个状况 但是反过来 当我们看阿伯拉罕他一生的时候 他的生平是越来越扩大 他的生平是越来越蒙福 他的家是越来越兴旺 他的子女是越来越被祝福 所以这个是上帝应许要给阿伯拉罕的 你会成为大哥 我会祝福给你的地 你要叫上帝的名字 你要叫他的名字为大 意思是上帝的名字 会因着阿伯拉罕 而能够被扩大 上帝的名字 因为阿伯拉罕 而被高举起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上帝要给阿伯拉罕的使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前面那些人 他们没有做到一个使命 前面的人 他们没有做到一个使命 我们看到罗亚那个时代 一样被毁灭 一样被毁灭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一样进入一个很放荡 一个很邪恶 一个完全没有敬权 没有敬畏的一个时代 因此到阿伯拉罕的时候 上帝要阿伯拉罕 能够使到他的名字为大 以使用他的名字 要被高举起来 阿们 感谢赞美主 第四的时候 就是他要祝福人 祝福他的要被祝福 他一定会祝福人 这是上帝给阿伯拉罕的一个使命 这是上帝给阿伯拉罕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看到的就是 当我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 这个星期我有机会 走一走整个建筑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建筑里面 忽然之间看到 哇 很多很多的奖牌 很多很多的奖牌 我看每一个奖牌 都是代表这个教会的故事 每一个奖牌 都是代表这个教会的故事 星期五 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的心很重 我的心很重 我们就在于是祷告 我们其实这几个星期 用了很多的时间 不停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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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每去一个城市的时候 做的一件事 不停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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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挥势力 挥才能 乃是靠我的灵 方能 成事 不要依靠你自己的才干 也不要依靠你的过去 更加不要依靠你的身份和地位 要靠的就是神的灵 唯有神的灵 混行 在我们当中 方能成事 当星期五我们来到会社的时候 我们在当中 我们两个就开始祷告 开始祷告 祷告 祷告 当我进入一个安静 在上帝里面的时刻的时候 我其实在这里流泪痛哭 为这间教会祷告 为星期五的小组祷告 为星期日的聚位祷告 其实我在上帝的面前流泪 在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 我里面忧伤 我不明白这个忧伤是哪里来的 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忧伤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消极的那种人 但我的灵里面很忧伤 当我在安静里面的时候 上帝跟我说了三件事情 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第一 他说 他说上帝 他说 他没有忘记这个教会 他没有忘记这个教会 哇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我们去过这么多个地方 这么多个国家 这么多个城市 我没有经历过上帝去到一个教会 祂给我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confirmation 这么大的保证 一个确据 一个assurance 一个确据 一个这样的保证 而在那天早晨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忘记这个教会 这是第一点 或者在当中 你觉得好像这个教会 已经被上帝忘记了 已经被上帝忘记了 你知不知道上个星期三 当我参加这个 这个小组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 他说到这句说话 他说 牧师 我很开心 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说 因为 我们不再觉得 我们自己是一个孤儿 他说 因为 我们觉得 我们不再是一个孤儿 所以 你说这句说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心里面实在很难过 当我们的一个工作证 批准了之后 他在一个董事的开会里面 那个厄弟兄 他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我很开心 就是说 你们的工作证 能够被批准了 他说 立时之间 他的心灵里面 就好像有了一个依靠 虽然他是很依靠上帝的 但是他也在 在那个情况里面 他觉得 好像忽然之间 好像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家长 父母 在当中 他好像可以 忽然之间 舌下他的肩头 就好像 这个事件的意思 他当 阿伯拉罕 他要担起 一个使命 他的肩头 是一个使命 一个重担 一个担子 不是重担 是一个担子 是一个 意义 是他要造成的 当时 阿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 都很触动 非常地触动我的心 非常非常地触动我的心 这两个人说的说话 非常非常地触动我的心 坦白说 如果没有你们说的这句话 我没有办法很清楚 肯定地知道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过来的事 我知道上帝要我们过来的事 第二点 上帝给我的说话 就是那天 他说 上帝 是纪念在这个教会里面之前的人 他们所付出的犧牲 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个教会之前 有很多很多的人曾经付出过 有很多很多的人 作出很大的犧牲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奉献 将他们的生命奉献 将他们的经济奉献 将他们的时间奉献 在这个教会里面 而建立了这个教会 直到今时今日 上帝来说 他没有忘记 他纪念 这个教会里面 先背他们所作出的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付出 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这么多年里面 你们所作出的付出 你们所作出的贡献 你们的牺牲 你们的奉献 上帝来说 他没有忘记 他要我将一句话带给你们 他不要忘记你们的付出 他纪念你们所作的 任何的付出 牺牲 和一个奉献 第三点 第三点 上帝其实 改变了我们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 或者你听到的时候很不可思议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上帝改变了我们生命里面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 他说 因为在当中有一些人的爱哭 The cry of many 在当中有一些人的爱哭 在上帝的面前不停的爱哭 祈求 祷告 那些代讨者 那些祷告的人 上帝恩着你的祷告 上帝恩着你的爱哭 我不知道谁 坦白说 但是这是上帝给我的说话 是因为你们的祷告 因为你们的爱哭 上帝改变了我们生命的计划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在两三年前 我们已经感觉到上帝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 要做的一些事情 很坦白说 在去年当我们来医术的时候 我们的计划 即是我们今年的计划 将要来到五年十年里面 要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有一个概念 知道上帝我们 要我们做什么 很坦白说 而我们已经在这儿 进行着 已经在这儿安排着 已经在这儿安顿着 即是说 铺着那条路 而我们已经是 整个心灵 已经是准备好 按照这个上帝的安排感动 去走那条路 所以很坦白和大师姐妹说 当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就是 上帝 你 如果不是你的 你一定要阻止 如果不是你的旨意 你一定要阻止 坦白说 我去这么多个地方 我没有作过这么多的讨告 上帝 你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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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你的旨意 我一直的讨告就是 上帝你阻止 你阻止 你阻止 但是奇妙的事情就是 每一次的讨告 得到的答案 不是阻止 而是一个 confirmation 而是一个 认句 而是一个 确句 而是一个更加真实的 肯定的 一个灵里面的 一个人证 所以因此 因此 我可以很明白 上帝很爱这间教会 上帝非常非常爱这间教会 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我发觉到我已经60岁 我 我 有的 是最后的十年 到二十年 我知道我的生命 如果可以服侍主 我最多还有十年 到二十年的时间 的光阴 可以来服侍主 因此 我是非常非常珍惜 我人生里面的最后的二十年 我是非常非常珍惜 我人生里面的最后的二十年 因为我知道 这个将是我人生里面最后的一站 这个将是我人生里面最后的一个 run 最后的一个奔跑 可以的话是二十年 如果身体没有这样的力量的话 可能十年 没有人知道 意思是说 我们的人生 有很多 你可能还有很多的时间 有很多 你可能已经进入了 你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 你不能选择 你已经进入了 你人生里面最后的一个阶段 我和我先生 我和我先生说 我和我家人的子女说 我说 你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Whatever we can pass to you 我们可以交给你们任何的东西 我们要全部可以的都交给你们 Whatever we can do 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我们会尽力将所有的做好 来为你们铺好铺电 以至你们能够继续建立 在我们所铺好的里面 Whatever we have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可以留下的 我们将它留下给你们 以至你们可以继续去行走 去建立 上帝要你们在这个地方所建立 这个就是我们留下给我们子女的一个教大 也就是我们留下给我们的一个教大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珍惜 无论他们多少年纪都好 他们想起他们蒙恩的时候 上帝如何呼住了你 上帝如何拯救了你 上帝如何引导了你的一生 上帝如何引导了这间教会 在五六十年里面 在五六十年的历史里面 我相信有很多眼泪 我相信有很多眼泪 在五六十年里面 我相信有很多人 是无日无夜的付出 是我们不知道 看不见也不明白的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 也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艰难的阶段 但我想要说的是 我们的一生 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 包括我们的家庭的 包括我们的教会的 包括我们的城市的 都是在上帝的一个掌握之中 就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这个梦恩的祭坛 阿伯拉罕第一个祭坛 就是他人生里面 开始的第一站 但这个第一站 就是他的一生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就是他身上要 肩负的一个使命 他身上要肩负的一个责任 不是重担 记得上帝要我们服侍他 不是一个重担 而是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是一个福气 这个责任 其实是一个祝福的一个来源 不要觉得是一个重担 如果服侍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重担的话 你要记得我上个星期说的 责任 责任你的不是你的服侍 责任你的是其他琐碎 其他可能是关系的问题 可能是人的说话的问题 可能是家庭其他人的言故 而不是一个服侍 而不是我们对主的心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爱主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 但是在跟随的里面 很多时候 渐渐渐渐渐渐 就被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拦阻了 很多事情 变成我们的大山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没有办法走过 我们没有办法走过 第一个祭坛 是一个蒙恩的祭坛 是一个启示的祭坛 你在哪里回去回想上帝 将你从你原本的地方 拯救进入现在的一个光景 从你的父母那一代 从他们怎样的背景 拯救进入今时今日 我们这第二代第三代 怎样蒙福的一个光景 你就会明白 一个上帝在我们一生里面所做的功 不要只单靠我们祖辈所留的 不要只单靠我们祖辈所留的 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 第二点 第二个一个祭坛 就是一个沟通的祭坛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祭坛 是一个沟通的祭坛 也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祭坛 这个祭坛说到什么呢 你不可能因为你出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你不可能因为你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你就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 信耶稣是一个个人的关系 不会是因为你自己的父母 也不会是因为你其他的因素 唯有当你亲自经历到一个上帝 唯有你和上帝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关系 你和上帝的一个理性是没有办法继续 你没有办法坚持 所以第二个祭坛 阿伯拉罕所见的第二个祭坛 是在哪里呢 在埃和北特利这个地方的中间 很特别 在埃和北特利这个地方 埃是一个飞树 是一个已经很被废弃的一个地区 一个没有作用的地方 是一个很旧 很不好的地方 但是伯特利是什么? 伯特利是讲到上帝的电 伯特利是讲到上帝的电 是上帝的电的意思 而我们知道上帝的电是代表什么? 上帝的电是代表祂的同在 是代表祂的同在 哪里有上帝的电 哪里有上帝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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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就有祂的能力 哪里就有祂的运行 哪里就有祂的生命 哪里就有祂的工作 在我们的当中 这第二个电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梦恩得救 如果你到今时今日 还不清楚 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位耶稣 如果你是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而因此你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你和上帝的关系是怎么开始的 我真的讨告祈求 上帝会帮助你 带你到一个这样的阶段 你会亲自的明显的 清楚的清晰的 知道你和上帝的关系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怎么开始的 而那开始那一刻 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产生的震撼 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带来的改变 所带来的不一样 我不可能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牧师 我的子女自然 他就会信主 他就自然会敬畏神 他就自然会相信这位上帝 我之所以能够把我的子女带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花很多的心血 这个就是我们之后要讲的家庭祭谈 是因为我花很多的心血在自己身上 我是因为要很清楚的 向我的子女讲 有关于这位救恩是什么 是这个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相信他 是因为我花很多的时间 甚至乎在生命里面 活出一个见证 在家里面 在教会里面 让他们看见一位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作为 因此他们正有和上帝的一个真正的经历 他们不是因为一出生就是一个基督徒 他们不是因为一出生 他们就愿意来服侍主 我记得他八岁的时候 当他爸爸好像在非洲 在非洲有特别的聚会 我带着我的子女 他出我就留 我留他就出 我们两个很多时候 因为有家庭有教会 我们很少两个人一起出 他出一个地方服侍 我就会留在手的后方 他就是前方的手后方 我手后 我就是后方 他就是前方 很多时候我们就轮流出去 不同的地方服侍 当其他地方有需要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天很清楚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的儿子当时已经六七岁 一个已经八岁 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说今晚 圣灵给我一个感动 今晚 我一定要带我的子女 在上帝的面前 有和上帝一个真正的经历 不是知识 而是一个真正的经历 那晚我带着我两个儿子 就在 那儿子 就跪在那儿子 跪在那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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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跪下的时候 我的灵 就开始 我就开始流泪 然后我按手 在我两个儿子的身上 为他祷告 那些上帝 你要让他们经历到你 那些晚上 你要让他们经历到你 就算在这个年纪 他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 上帝的同在 他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 这个圣灵的能力 当我按手 在他们两个身上 一个六岁多 一个八岁多 当我按手在他们身上 祷告的时候 我自己开始流泪 我两个儿子也开始流泪 而一个的经历到今时今日 他们仍然记得 这个经历是他们第一次被圣灵触动 第一次能够那么清楚的感受到 圣灵的能力的那一刻 也就是在那一次的里面 他们的生命开始重生 开始真正的有一个沟通 跟上帝有一个沟通 他十一岁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的聚会 我们那天的聚会 回来都已经十一点多十二点 我们很少有特会 回到家差不多十一点十二点 我们就已经很累 我们就休息 我休息 忽然之间我被一个声音吵醒 我就出去看 到底是什么声音 当我走过去 我的儿子当时我们不够房 我们就在一个走廊 我就间了一间房 给他 因为他们大了 我就被他们分开睡 他就躺在走廊 间开的地方 我看到他跪在那一处 十一岁的时候 他跪在那一处 不在乎你已经信耶稣多少年 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在乎你今时今日 你有没有愿意花时间在他的面前 闯开你自己真实的 用你的心灵和诚实 你知不知道信主一段时间 很多时候 我们的灵会麻木 沉 我们的灵会麻木 我们的灵也都可以冷漠 灵里面的冷漠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每一件事有一个聚会 有小组 有讨告会 有一半信息 这些是属于灵里面的麻木 这些是属于灵里面的一种冷漠 当我们的灵 如果进入一个这样的阶段的时候 它是一个危居 是一个危居 不论你信指四十年六十年 我常常跟主讲 我说上帝 我要开始得好 我更加要结束得好 为什么我愿意将我最后二十年 仍然奉献给上帝 我说我要用尽我最后二十年 用尽我心里面所有的 可以有的 以前有的 现在有的 再加上现在有的 我要全部将它奉献给上帝 我可以做的 我要加配的 加配的 能够用更加快的速度 能够去做完它 以至 即是我的人生里面 当我没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 当我到七百十岁 我没有了这样的力量 我没有了这样的力气的时候 我方法就继续的时候 上帝我已经做完了 我应该做的 你知不知道大卫说一句话 是永远记起我心里面的 大卫临死之前 圣经在使徒行传说 大卫服侍了他的世代 David served his generations 大卫服侍了他的世代 然后他就随了 圣经说 他就随了 我们服侍我们的这个世代 是有时间性的 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服侍 是我随时何时想服侍就服侍 我随时不想服侍就不服侍 容许我说一句说话 我们的服侍是有时间性的 我们的服侍是有时间性的 我们一代过去了之后 你想再服侍 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是我们下一代的时间 是我下一代的一个机会 而我们今时今刻 我们有一个机会 我们要捉持它 我们要把握它 任何一个机会 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因为我上个星期有说过 投资在上帝角度里面的东西 是永远不会被震动的 世界也是震动 你投资在上帝里面的东西 是更加的稳固 稳而抬散 它是坚固坚立在当中 是不会退气的 第二个谈是一个沟通的谈 在主的里面 在主的里面 已经有多久 你感受不到圣灵在你里面的说话 你感受不到圣灵在你里面 感动你 你感受不到圣灵 一个是上帝的电 上帝的同财 一个是飞气 飞书 是代表一个世界 一个败坏 罪恶的世界 我跟你说 我们的人生在主的里面 永远都有一个简责 永远都有一个简责 你可以简责 亲近上帝多些 或者你可以简责 那个时间 你可以出去做其他一些事情 你可以简责 星期日的时候 你来教会参加聚会 你可以简责 星期日的时候 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我们的人生里面 面对的 每次都是一个选择 每次都是一个选择 只是看你做哪一类的选择 而在这个第二个祭坛里面 就提醒了我们 提醒了我们 阿伯拉罕 他选择了 上帝的同在 他选择了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用上帝的眼光 来服侍他那个世代 而大为都是一样 他简责了 用他的世代 来服侍这个上帝 而不是等待 他的下一代 来继续他来服侍 第三个祭坛 是和上帝立约的祭坛 第三个祭坛 其实刚才那个经文 是在第六节 第七节 然后第八节 很快速的 他就建立了第二个祭坛 而在这个第二个祭坛的时候 他开始 哀救 他开始 吵架 求告耶和华 这是第二个祭坛所做的 求告耶和华 第三个祭坛的时候 是一个立约的祭坛 在希伯伦 第十三章 第十八节 而这个祭坛呢 是一个什么祭坛呢 是一个立约的祭坛 若书雅去说 指我和我家 我要服侍若华 指我和我家 我要服侍若华 这个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就已经立定了一个心智 这个是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已经再重申这个心智 这个是当我有了个子女之后 当我子女一出生的时候 我一个家 不只是一个婚姻 一个家 是再重申 再立志的一个事情 就是指我和我家 我们要服侍若华 我们简责 不是我们有没有机会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服侍主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服侍 在简责怎么叫一个服侍 指我和我家 我和我子女说 我们要服侍主 不单止我要服侍主 我要我丈夫能够服侍主 我要我的儿子能够服侍主 我要我的女儿能够服侍主 我要我的媳妇能够服侍主 我要我的孙子全部都能够服侍主 指我和我家 我要服侍主 第三个祭坛 是阿伯拉罕的一个 是他一个简责和上帝立的一个约 的一个祭坛 就是希伯伦 后来我们都知道 希伯伦 后来成为大卫建成的一个地点 在大卫成建立那个地方 后来也是圣殿建立的一个地方 就是希伯伦那个地方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上帝和阿伯拉罕再一次的立约 你知不知道上帝和阿伯拉罕立很多次约 第一次的约 第二次的约 第三次的约 而每一个的约 是越来越扩大 Espend 越来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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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 是应该 Espending 应该是Espending 而不应该是 Swinging 即是说 不应该是缩水的 我们在主的里面 生命 是应该扩大的 我们的家庭 在主的里面的服侍 是应该扩大 换不同的职份 不同的服侍 而不应该停顿 而不应该退后 而不应该放弃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光位来服侍 但是你不可以 选择停止服侍 你可以选择休息 但是你不可以选择退后 因为你退后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跟得上 你可以停顿一下 休息一会 在主的里面 在那个期间 你疲倦 你牢狠得 牢狠得重要的时候 你休息一会 但是休息时间一到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出发 你就要重新出发 去服侍主 重新出发 找回你自己的刚位 找回你在主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 Amen 所以第三个祭壇 就是你和上帝的约 这个约 阿巴拉罕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原本就是一个家族 后来就是整个的 然后整个角度 它成为一个信心之父 它成为一个信心之父 影响整个当时的世界 上帝 上帝招阿巴拉罕的使命 阿巴拉罕做到了吗 其中一个就是 它要使上帝的名为大 使上帝的名为大 它有没有做到呢 人听到耶和华 就知道 人听到耶和华 甚至乎 我记不记得阿巴拉罕 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没有胆量 他惧怕 把自己的老婆 叫做自己的阿妹 其实也是他表妹 叫做自己的阿妹 害怕 不敢承认自己的关系 而最后 上帝有没有因此 以认罚他 没有 反而上帝 因此 这个情况 扩大了 他的财富 因此 祝福了他的财富 我研究了 我研究 你知不知上帝 上帝说上帝祝福阿巴拉罕 我就研究 阿巴拉罕的财富 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 阿巴拉罕 是很富有的 是很富有的 圣经讲的阿巴拉罕 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但是当他出一个活的时候 不见得他富有 当他在夏兰的时候 不见得他富有 他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研究的时候 我正发觉到 阿巴拉罕的第一批财富 是哪里的 他的牛 他的羊 是哪里的 是当他称他自己的阿妹 称他自己的老婆 为阿妹的时候 我当上帝亲自的显然 在这个应该是亚比马拉罕 的一个面前显示的时候 那些人知道 这个是阿巴拉罕的妻子 因此他们奉献这些牛 这些羊给阿巴拉罕 成为一个遮口废 今天这个画是一个遮口废 即是来扣阿巴拉罕饶恕燃粮 因为他们所做的 哇!他们第一批财产 是这样来的 原来上帝不看我们的软弱 我发觉到 上帝不看人的软弱 阿巴拉罕很软弱 就是那个时候 但是却因此 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 他有自己的软弱 但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 上帝祝福了他 一个财富的开点 一个起点 后来第二批 第三个 你看到他热力扩大 他的牛羊热力壮健 热力壮健 热力壮健 第三个谭 是一个立约的谭 不要给熟悉的一个事情的吸引 引导 使得我们的眼光离弃 我们的主 使得我们的服侍开始摇摆 使得我们的信心 开始不坚定 使得我们为主的一个生命 开始冷淡 你和上帝立的约 上帝不会背约 他不会反悔 只有我们反悔 他不会反悔 他永远坚定自己的约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们人生里面 是有选择的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选择 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决定 是选择 你可以决定 你可以选择 在一个爱 一个地方 一个很小的地方 或者你选择在一个白达利 一个上帝的殿 上帝的同在里面 第四个祭 就是一个奉献的祭坛 在亚摩尼山 亚摩尼山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亚摩尼山 是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一个地方 亚摩尼山 是第四个祭坛 这第四个祭坛 在第二十二章 《厂摩尼山》 《厂摩尼山》 我们都知道 一个祭坛 是当亚摩尼山 要奉献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祭可以奉献 他将他最好的奉献给上帝 亚摩尼山 第四个祭坛 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 他将他生命里面最宝贵的 最珍惜的 最珍惜的 最重要的 他都愿意奉献给上帝 所以第四个祭坛 就是一个奉献的祭坛 就是一个奉献的祭坛 我们的主值得 我们将最好的奉献给他 我们的主配得 我们将我们最好的光音给他 最好的时电给他 不是等到人老之王的时候 说话都没有气力的时候 脚都震了的时候 我们就将我们的时间 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 我们的主配得 我们将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他 阿伯拉罕简择了 将他一生里面 他当时最宝贵 最重要 最珍惜的 就是他一个毒仔 以杀 但他愿意将他奉献给上帝 而你知不知道 在奉献祭坛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就是上帝的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上帝的应许 他是耶华以纳 他是耶华以纳 耶华以纳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主的时候 当你愿意将你最好的奉献给他的时候 当你愿意将你最珍贵最珍惜的奉献给主的时候 上帝是不会愧欠你的 他是耶华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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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那个provider 就是说供应的 他是那个 就是说保护的 他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一生可以依靠的 阿伯拉罕简扎了 这四个祭坛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 你们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时候 这四个祭坛 是一个净正式的 progressive 净正式式的 我二十年没有讲广东话 所以有时候出不了 净正式的 这四个祭坛 是一个净正式的 就是说他从一个蒙恩得救的祭坛 然后进入到第二个祭坛的时候 他开始懂得哀告 求告耶华 开始求告上帝 开始了那个沟通 开始了那个关系 然后到第三个祭坛的时候 他开始跟上帝立约 开始跟上帝立约 不再是 你知道立约的意思是 Everlasting Covenant 上帝跟我们立的一个约 是永恒的约 它不是那些contract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contract contract 就是说 有条件的 然后你brick了 你条件 我brick了条件 那个contract 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立约在上帝的面前 是不一样的 立约的意思是 Everlasting 是永远的 一个约 是不可以break的 是不可以 因为环境 因为其他情况 就可以 简责可以 背约 婚礼 婚姻的 世约 世约是一个Everlasting Covenant 是一个永远的约 不是说你喜欢我今天 你三十年 你又老又黄又残 我就不要你 我就可以简责和你离婚 或者有些东西我不喜欢 我就可以简责和你离婚 婚约是一个Everlasting Covenant 是一个永恒的约 不是一个简责 是一个永恒的约 第三个这番角度 它开始求告耶华 然后第三个的时候 它开始和上帝立约 不再是在上帝里面得着 得着 而开始它自己 在上帝面前 有一个 互相的 two ways 互相的 一个commitment 一个的维身 到了第四的时候 那个祭坛 它开始 晓得 如何奉献自己 如何奉献自己 将它自己最好 思想一下 如果阿伯良的生平里面 它看不见上帝的作为 它会进入那第四个祭坛 它不会 但是因为阿伯良罕在他生平里面 建立了 它经历到 这个在上帝里面的 一个真实 理性里面的真实 因此 它建立了一个祭坛 最后我要讲的 就是一个家庭的祭坛 这个阿伯良的祭坛 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借敬 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借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学习 在我们个人的里面 去建立 以主之间的个人的祭坛 你在主的里面 我在主的里面 我每牧养一间教会 我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 坦白说 每牧养一间教会初期的时候 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 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 很多很多的困苦 很多很多的拦阻 很多很多的逼迫 很多很多的攻击 数不清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教会的牧养 都不是简单 都不容易 如果认为牧养教会是简单 那我们就错了 因为我讲过 服侍不是世界的 服侍是灵界的 是灵界里面的一个工作 建立家庭的一个祭坛 或者Family Day的重要 我不会讲很多 因为小组的时候可以继续讨 这个家庭祭坛 他讲第一 上帝是家庭是神所建立的 家庭祭坛的重要 第一 是因为家庭是神所建立的 那个是在诗篇127篇第一节 他讲 若不是药华建立房屋建造的人 就枉然牢牢 他讲到的 就是若不是 他讲枉然牢牢 枉然牢牢的意思是 你做什么都没用的 你怎样勤力都没用的 听清楚 如果不是上帝建立你的家庭 你怎样牢牢牢 你怎样勤力都没用的 因为他讲枉然牢牢 然后他讲什么 看守的人 就枉然警醒 就是说 若不是上帝是帮助你 看顾你 就算你怎样小心也好 你怎样小心去防备 你的女儿 或者你的家庭 你的财产 我跟你说 你怎样勤力 怎样警醒也好 若不是上帝 若不是上帝建立的话 这些都是枉然的 这些都是枉然的 意思是在上帝里面 上帝会看守我们的牢牢 所做的工 在上帝里面 他会保守我们 能够怎样养 能够在一切危险里面 我们能够仍然平安 在一切危机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得着一个保守 第二 这个家庭制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家庭 是首先受敌要攻击的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家庭的重要 你要明白 首先受敌要攻击的话 一定是我们的家 一定是我们的家 他攻击到我们的家 他就攻击到我们的城市 今时今日的城市之所以 变成这样 是因为今时今日的家庭 变成这样 所以受敌要攻击 他一定是 开始从我们的一个家庭里面 开始 第三 因为上帝的话 是家庭里面的根据 是家庭里面的根据 建立家庭的祭坛 在这个家庭的祭坛里面 你可以将你的儿女 带到上帝的家庭 要让他们习惯 从小有一个家庭的祭坛 如果你未有一个家庭祭坛 我要鼓励你们 最少有一个family day 如果没有一个祭坛 有一个family day 你不需要让它太严肃 我们的家庭祭坛从小 我们结婚开始 一直到今时今日 我们的家庭没有停 甚至现在我们分开了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家庭祭坛仍然没有停 我们仍然会在线上 一起的聚集 他们在那里吃 我们在那里吃 他们那里不是吃饭的时间 他们就打开视频 我们就一样在那里聊天 在聊天里面 我们聊到师父 我们聊到家庭 我们聊到教会 我们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聊到大家之间的软弱 我们聊到所有的事情 但是在聊的里面 在一个家庭的时间 祭坛里面 我们也有祷告 我们也有祷告 也有父母的遮盖 父母很多时候 我们会为子女按手祝福 父母的祝福 也在家庭祭坛里面 当他们更小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会按手祝福他们 每一次吃饭之前 就会和他们祝福 和他们祝福 也有很多什么呢 很多彼此的劝勉 彼此的 看见对方的弱点 彼此要改变的地方 在家庭的祭坛里面 是很开放的 也有神学的讨论 我们的家庭里面 哇 他讲他的神学观念 我讲我们的神学观念 然后我们怎样 是证明 这个神学观念的真实 或者是虚假 或者是对 或者是不对 任何一样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我们都会谈 在一个家庭里面 有时有很多的欢笑 有时都有 不开心的时刻 有时都有 哇 什么都讲 讲天讲地 讲南讲北 但是有时都有很严肃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发觉到 当几十年坚持下来 听清楚这句话 当我们一开始 我们看不到这个作用的重要 当我们几十年坚持下来的时候 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 我看见一个祭坛的重要 我不是讲一个祭坛 我是活出来 给你看见一个祭坛 带给我们子女的重要 那个影响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子女最想念我们的 不是教会的聚位 他们最想念我们的是什么 是我们祭坛的时间 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 每一个星期一晚 当我们聚在一起 吃饭的时间 再建立一个家庭祭坛的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牺牲 怎么说呢 意思是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要把家庭的氛围 那个環境 搞好去 建好去 我们做得很轻松 不会让子女觉得很疯 很闷 所以我们煮很好吃的 把子女留下 冷冷冰冰的饭 所以我们星期一 我们要花时间去煮一餐 很漂亮的菜给他们吃 他们每一个星期就想 哇 回到父母的家庭又好吃的 哇 他们就很想回来 特别当他们大了 在外面住的时候 他们自己不懂得煮的时候 他们更加想念 所以我们子女 我发觉到我们来这里之后 他们说他们最想念的 包括我的孙子 每一个星期 they are longing 即是他们在这儿 渴望 等待 Family day 我的孙子和仙女都说 Tomorrow is family day 一星期日之后 他就会跟我们说 Tomorrow is family day 他们很excited 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在家庭的祭壇里面 哇 他有阿叔和他玩 有我们和他玩 在家里面 只是爸爸妈妈和他玩 所以在家庭祭壇的时候 他很开心 更多人和他玩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在当中 很开心 还有 当然我们也有 神的华语 在当中 OK 这个就是第五点 神是家庭的保护 第四点 第五点 家庭的关系 有一个 你之力 即是有一个 Stick together 有一个你之力 即是 建立在一起 他不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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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 是领受神的祝福 领受神的祝福 我说一说你之力 我就散 我说一说这点 我们就散 这个你之力 我来之前 有几个牧师 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的子女 都和我们子女 差不多大 但是他们说 现在他们没有办法 召喚他们的子女 一起 他们没有办法 召喚他们的子女 一起 我很好奇 我说 你们不是一直都有家庭祭谈吗 有一个家庭祭谈 他们已经习惯了 每一个星期有一天 我从小就和我子女说 你有什么重要的派对 你有什么重要的活动 任何的时间 不可以代替一个家庭祭谈的时间 你一定要放开它 所以从小就知道 星期一 有时是星期六 那个时间 是不可以用其他事情代替的 我和那些牧师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 现在他们想聚集那些子女 他们的子女十多岁 二十多岁 没有办法再召喚他们一起 我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没有这样的习惯 哇 忽然之间提醒了我 因为他们从小没有这样的习惯 因此 现在他们出到地道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召喚他们 今时今日 其实我和我子女说 你给我一个人的时间 十一月我们没有祭谈 我说我们来这儿 适应这儿 我们很忙 没有时间 但你知道是谁招集的吗 是我的子女招集我们回去 他们没有忘记 星期一是家庭祭谈 他们已经两个在那儿的聚在一起 招在新加坡的 在新加坡的聚在一起 然后不断地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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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我们 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累 想不想叮叮叮叮叮我们 爹地妈咪有没有时间 现在我们在一起 因为他们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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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好 迟着 我们做一个祷告 你在线上的 我同样的鼓励你们 站起来 站起来 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上帝给我一个说话 我祷告上帝在这个时刻 记得我说 我们要在困难的时刻 震动的里面 寻求一个突破 我们就问上帝在这一树的突破是什么 上帝让我们知道几样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 要鼓励大英姊妹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 要鼓励大英姊妹建立一个祭坛 个人的祭坛 家庭的祭坛 因为哪里有上帝的灵 哪里有上帝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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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坛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的象征 在旧的圣经里面 你看到 建立祭坛 就带来一个復兴 建立祭坛 就带来一个復兴 你看基点的时候 你看见 祭坛一建立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个国家 復兴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就是 要鼓励大英姊妹 要开始在自己的家中 建立一个祭坛 如果未有的 要建立 如果有的 就继续 继续 不要弄得它太古板 不要弄得它太严肃 不要弄得它太鼓噪 有时候我来家庭祭坛 我的儿子会选择一套电影 我不是喜欢看电影的人 但是我的儿子 他们喜欢看 他们说 父母今晚我们看一套电影 打开一套电影 一家人一起看 有时候家庭祭坛 我们一起出去吃一顿饭 在外面吃 有时候家庭祭坛 一起玩游戏 有时候家庭祭坛 有时候家庭祭坛 甚至是做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吃一下 很轻松 很自由 不是一种规定式 读圣经 不是的 有时候我们一起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站在我们的手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的手举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或者音乐都可以播小声点 刚才那首歌我所选的 都可以播小声点 然后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举起我们的手在上帝的面前 哈利路亚 跟上帝说 在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约 这四个祭坛 阿伯拉罕的四个祭坛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提醒 对我们今时今日的家庭 来说 有没有那么重要 我看阿伯拉罕的家庭 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 我看到圣经里面 也有一些家庭 他们失败了 他们虽然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但他的家庭是失败的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你的面前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重新的 重新的 能够立这个祭坛 重新的 能够做一个选择 做一个白达利 和一个爱 这个两个城市里面 做一个选择 要留在上帝的殿钟 上帝的同在里面 或者留在一个世界里面 一个青龙火鹿的一个环境里面 主啊 你帮助我们今天 在你的面前 我们能够立一个药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不再是蒙恩得救的一个阶段 我们不只是一个 扣高你的一个阶段 主啊 帮助我们进入 扩大我们 进入一个立药的阶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就好像你一次又一次 跟阿伯拉去立药 而每一个的药 是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扩大 因为上帝你要祝福我们 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你要expand我们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多谢赞给你 因为上帝你没有放弃一个教会 因为上帝你没有忘记一个教会的付出 你没有忘记一个教会的牺牲 你没有忘记一个教会里面 这么多年里面所奉献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哈利路亚 因为你爱这个教会 你爱这个教会 你爱这个教会 你爱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大兄姊妹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多谢赞给你 多谢赞给你 祝福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个人 我主要做这个期间 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哈利路亚 能够在你面前宣告说 指我和我家 我要服侍耶和华 哈利路亚 立定这个心志 主啊我和我家 要服侍耶和华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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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服侍他们回来 哈利路亚 奉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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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多谢赞给你耶稣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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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祝福你们